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对于即将来到的全民运动会 是由花莲县来主办 县长徐真卫对活动有所期待 也期免所有县府团队的成员 能够共同努力做好这项活动 另外,目前也是流感疫苗施打的期间 县长徐真卫也鼓励大家 符合资格能够多加了施打 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中初廉假结束 紧接着又是光辉10月的到来 花莲县府在中初廉假后 举行10月份升旗典礼 由县长徐真卫主持 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民运表达期待之外 5日开始施打的流感疫苗 也以行动鼓励民众踊跃接种 无论是即将到来的全民运 10月17号到22号 让花莲县政府在这次的全民运 我相信整个运动结合观光 结合农业结合产业 以及结合时尚 所以运动也可以很时尚 我相信大家透过了转播 以及透过了投注关心 会看到花莲的不一样 10月24号即将展开了三年一次国际石雕艺术期 这也是我们每一年非常重要的活动 再来就是花莲晋彩节 一直延续到11月 而由花莲县环保局举办的109年度 花莲县亲近家园构出逼环境清洁竞赛 历经一个月 结果出炉 第一名为吉安乡公所 由乡长刘淑珍亲自出席受奖 第二名为花莲市公所 第三名封闭乡公所 第四名玉里正公所 特别讲花莲市公所 以及玉里正公所 并颁发两位业务达人 三组圆梦团队 以及三名活动行销评比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